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九萬 那今天很高興可以站在這邊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小時候的夢想 小時候我有三個夢想 第一個夢想就是 我想要花自己的錢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不想再花我爸媽的錢 很簡單 第二個夢想就是 我想要做跟音樂相關的東西 不管是彈鋼琴很好 或者是作詞作曲 什麼都可以 第三個夢想就是 我想要到紐約去念書 我想要在紐約生活 所以我14歲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爸媽說 我想要出國念書 那我的爸媽人也很好 他們就說你想去那你就去吧 我們支持你 所以我到紐約14歲 我在那邊待了10年 那為什麼紐約呢 紐約如你所見 它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城市 那在那邊 它是一個文化的大熔爐 第一個 有著你吃不完的美食 你想像中 所有的異國料理都可以吃到 你看那個水波蛋 我到現在都還想念它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它有看不完的表演 我覺得這對於一個學音樂的人來說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你在那邊你可以吸收到 所有 你知道最新的 最前衛的表演 那當然 看不完的展覽 博物館 這些東西都非常的棒 那 所以我在一年半前 決定要離開紐約 回到台灣的時候 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在幹嘛 你瘋了嗎 你在那邊已經待了10年了 你為什麼要離開 為什麼要回來 其實我自己也蠻震驚 我做了這個決定 當時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 照著計劃走的人 我對於自己想要的目標 我一定是排除所有的萬難 然後 不給自己留任何的後路 就朝著那個方向前進 我對每一個我在乎的人事務 都抓得非常非常的緊 完全不想要我的計劃 有任何的差錯 那 那個時候有一個前輩跟我說 你如果想要留在紐約工作的話 最好的狀態就是 你去學校裡面找一個 在學校伴奏的工作 因為那是最穩定的 是一個很有發展的事情 那我聽從了前輩的建議 所以我在大學申請研究所的時候 我只申請了紐約的學校 而且我只申請了兩間 一間就是我原本就讀的曼哈頓音樂學院 另外一間是紐約大學 那後來我選了紐約大學 第一個原因 它給了我在學校教大學 部鋼琴的工作 那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第一個我可以把它寫在我的履歷上 那第二個我可以賺錢 我可以存錢 可以支付學費 甚至生活費 我可以完成了我小時候的夢想 就是不用造成我爸媽的負擔 那我也記得前輩之前跟我講的話 你要在學校找一個伴奏的工作 所以我一進去學校 我很積極地寫信給我學校的老師說 嘿那個有沒有工作可以給我做 我想要當伴奏 那過了三個月之後 我的老師跟我說 我們在那個我們的弦樂的Department 有一個Opening 伴奏的缺 你要不要接 我當然二話不說說 好啊接啊 你知道這是一個機會 我一定要好好抓住它 那在同時呢 我的一個好朋友 Anita Chan 她是被經濟公司簽約的小廷廷家 她忽然打電話給我 她跟我說 Joanne 我需要一個伴奏 陪我去美國的中西部巡迴表演 你會不會OK 我當然接啊 為什麼不接 因為她又是一個 我可以把它放在我的履歷上面的東西 我覺得超棒 那 後來我跟Anita去表演的時候 那一次她真正地開啟我喜歡上旅行的那個感覺 因為我們在一個禮拜要移動到兩個不同的城市 我喜歡那種不斷在移動的感覺 那 她也讓我喜歡上 用音樂和陌生人交流分享的 那一種熱情 可是 我學校的工作 它 完全就是另外一回事 它跟我當初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所以 一開始 學校的主任跟我談的工作時數 還有工作的條件 到後來通通都變得不太一樣 至於為什麼不太一樣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但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比較大的 怎麼說 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 當我在幫學校的學生做伴奏的時候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我必須要照著老師所告訴我的演奏方式去演奏 在那個時候我忽然覺得我自己不是一個演奏音樂的人 或是彈鋼琴的人 我覺得我比較像是一個卡拉OK辦唱袋 對 就老師說 你這邊要做大聲 你這邊要做小聲 你這邊快點這邊慢一點 我就必須要照著她的方式去做 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東西 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方式 我那個時候其實非常的掙扎 因為我真的很想跟他們說 姐不想做了 但是 你知道這個是我自己要求來的工作 我怎麼可以這麼輕易就放棄它 那我跟我身邊的很多人抱怨這個問題 那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解決的方式 所以我受不了了 我去找我們學校的諮商中心 心理諮商中心 跟他們講我的狀況 那在其中一次的諮商過程時 我的諮商師Dr.Matthew 他問了我一句話 他說 Joanne 那個你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非常喜歡做的 就是除了音樂之外 你平常拿來做消遣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喜歡音樂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音樂是你的工作 嗯 你有沒有其他的消遣 然後我看著諮商師 我跟他說 有啊 我在上大學 我在上音樂院以前 我好喜歡寫文章 我一天可以寫兩三篇文章 還有我在上大學以前 我很喜歡寫歌 我很喜歡創作 我一年可以寫六十首歌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我上了大學之後 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 一首歌也寫不出來 那我的諮商師他就看著我 然後他就說 你回家想一想 下禮拜就跟我說好了 我回家之後呢 我就開始很認真的思考諮商師給我的功課 我想說我有這麼可悲嗎 我連一個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一個消遣我都想不出來 我能想到的 全部都是在大學以前做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我忽然在 你知道看Facebook的時候 我看到了我的一個朋友 還有洪資銘 我保證他是一個漂亮的女生 只是那個解釋度很差 洪資銘他一個人去 中亞旅行五個月的故事 他跟我年紀一樣大 他在大學的時候就背著包包 自己跑去中亞旅行的五個月 那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黃玉陽 我們那時候都不熟 可是現在都變成很好的朋友 那他在16歲的時候 買了一張單程機票 就在出發前一天跟他媽說 媽我要出國了 就飛去了倫敦 那當時我想說 這兩個女生年紀都跟我一樣 雲陽甚至比我小三歲 我想說 為什麼他們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我卻要待在這邊 我卻要被卡在這邊 我想到了我跟安妮塔的那一趟旅行 我發現其實我真正 最想做的事情是旅行 那我看著他們的故事 我就在家裡面 沒有辦法控制地開始大哭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那隔了一個禮拜之後呢 我跟諮商師談到了 我哭的這件事情 我的諮商師他忽然眼睛一亮 然後他告訴我說 Joanne 你找到了一個非常非常珍貴的東西 因為你掉眼淚的事情 它就是你熱情所在的地方 那你非常的幸運 因為你已經有音樂室你的工作了 現在你又找到了旅行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的就是 你該怎麼把音樂和旅行這兩個東西結合在一起 甚至是寫作 這些都是可以達成的 那他鼓勵我去找一些把音樂和旅行結合在一起的例子 所以我就在網路上看到了這位Dotan 他在2010年的時候 辭掉了他的工作 買了一台卡車 然後帶著他家的子力士鋼琴 就開始做了一個橫跨美國的旅行 他在他每個停留的城市呢 就把鋼琴推出來在那邊演奏 那一路上他就是用換工的方式去維持他的生計 那其實我那個時候也有看到Veronica的分享 那也是我的一個inspiration 所以我發現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以為我要把音樂跟旅行做個結合 我必須要成為像Anita那樣子的演奏家 我必須要被經濟公司簽約 或者是至少成為一個 要被經濟公司簽約的人 帶去表演的那一種人 我發現像Dotan他什麼都沒有 他辭掉了工作 他甚至沒有錢 可是他卻可以活出這樣子的精彩 那我想要的是這樣子的精彩 這樣子的自由 那個時候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東西被打開了 那那一年暑假我回到台灣 我開始花了很多時間寫文章 就是去重拾以前喜歡的事情 那那一年我的國中的術科導師 他請我回去跟學弟妹分享 那分享完之後我自己有了一些感觸 寫了一篇文章 標題是給音樂班孩子的七個中鼓 大概就是七個建議 那與其說它是建議 其實它更像是我給我自己的一個提醒 我到現在都還會自己拿出來看 因為我覺得那是很容易被遺忘的事情 那那一年我也鼓起勇氣踏出第一步 到加拿大旅行的十天做背包客 用沙發衝浪的方式 接受陌生人還有朋友的幫助 那那一年我真的覺得自己拿到了一把鑰匙 OK 暑假結束我回到了紐約 繼續開始馬不停蹄的生活 那這個時候我必須要選擇 我到底是要留在紐約還是要回來台灣 因為我不是公民 我沒有綠卡 那其實我們家並不是非常的富裕 我爸是修車的 我媽是鋼琴老師 那所以他們不可能 你知道繼續付錢讓我留在紐約 或什麼 所以後來我很掙扎 因為一部分的我已經因為了暑假的這個經驗 心已經不知道飛去了哪一個國家 但是另外一半的我又覺得 天啊你真的就要放棄了嗎 你努力了這麼久 你拿到了這些工作這些東西 你有穩定的人脈朋友生活圈 你就要丟掉了嗎 所以我打了電話回家跟我爸媽聊了這件事情 這個時候我爸他跟我講了一句 我覺得很重要的話 他說你現在就兩條路可以選嘛 一條路你留下來啊 然後你知道你眼前必須要去面對什麼東西 你如果要去處理簽證程序 你就去處理要花那個錢 該花的錢就拿去花一花 但是如果這是你選擇的道路 你就好好的把它做完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 你先回來台灣 然後休息一陣子去想想你自己 還有什麼可能性 你不要把回來台灣當成一個失敗 或是一個退路 因為你還很年輕 你還有很多的可能 你有很多的選擇 這只是一個轉彎 你腦筋不要這麼死 你要知道 該轉彎的時候就要轉彎 那 掛掉電話 我想了一想 我想說 OK留在紐約 跟我想要去旅行 想要寫作 想要寫音樂 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直接的關聯 到底有沒有這個必要性 我發現完全沒有 因為如果我要留在紐約的話 我就沒有辦法去旅行啦 這個應該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我沒有想到 但總之那個時候我就打了電話 給我所有的老闆 我就跟他們說 欸 姐不做了 我要回家 我要回台灣 紐約的 就先暫時這樣 那回來台灣之後 我非常刻意地 讓自己不要把時間排得太滿 因為我覺得如果需要創作的話 你就必須要拿出那個時間 去感受你的生活 感受你身邊的人事物 所以我用了這段時間 累積了很多的文章 然後甚至是音樂的創作作品 那隔了幾個月之後 我在網路上看到了 飛到歐洲的便宜機票 我就買了它 那又過了幾個月 我就背起了包包去了歐洲 那這一次去歐洲的旅行 我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計劃 算是給我自己的一個挑戰 所謂的沒有計劃 是包含住宿跟交通 都沒有事先計劃過 那我的目的是想要看看 如果我把我的旅行 交給命運和緣分 我會遇到什麼樣子的人 那生命又會帶給我什麼樣子的驚喜 所以我在歐洲的時候 先是在倫敦遇到了一個 Google的工程師 他帶我進去Google的總部參觀 在倫敦的總部參觀 在倫敦的總部參觀 然後我還吃到了Google的員工餐 那另外一個是在比利時的時候 我住到了一個同時 有17位背包客的大房子 那在那裡面有從以色列來的DJ 然後在環保公司上班的黑膠唱片收藏家 還有在巴勒斯坦拍過紀錄片的導演 都是一些很神奇的人 左邊的那個照片是 我在也是在比利時的時候 遇到了一位曾經去非洲做民族音樂研究的 合唱團指揮 然後我跟他聊了很多音樂上面的事情 那右邊是我在巴黎的時候 住到了一個超級小的房間 是一位加拿大的作曲家提供給我的房間 你可以看到他的床跟洗澡的地方 還有洗澡後面其實是馬桶 全部的東西都塞在同一個房間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住過這樣子的房間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那這些我在路上遇到的人 其實他們讓我看到生活可以有非常多不同的方式 那他們也都成為我的養分 我知道有一天 也許不是現在 但是有一天我一定會把這些東西 用文字或是音樂 甚至是其他的方式呈現出來 那今天我在這邊 其實真的是三年前的 我完全沒有想過的事情 我想以前我會這麼執著的 留在紐約是因為我看到的是 紐約帶給我們的表象 帶給我的光鮮亮麗 但事實上我更喜歡現在這個 隨時隨地只要一有空拿起包包 就衝出去的自己 那我相信在場的每個人 應該很多可能都是在面臨 需要一個做抉擇的階段 我覺得當你要面對抉擇的時候 你可以靜下來好好問自己說 什麼事情是讓你感動的 什麼事情是讓你一醒來 你就很想要趕快去做它 我其實並不會後悔自己之前 曾經這麼努力地想要留在紐約 因為我認為你必須要盡力地去做 你每一件想做的事情 即使到最後你發現那不是你想要的 那也是一個答案 那當你已經想好說 當你已經找到你自己心裡面的答案之後 你要試著把自己放到那一些 可以讓你做夢的人的之中 因為當你看著他們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更有信心更有動力 然後你會看到其實自己還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你會知道你會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謝謝大家